記得沙漠們的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NASCAR 你們現在收看的是 納斯加鐵路洛杉加分部 第二季第18集的車站講解和行車編短 第二季第18集打後 其實它的發展會越來越簡單 其實我亦都在納鐵專業那裏都跟大家講過 現在事不宜遲跟大家介紹一下 接下來它越來越簡單是怎樣簡單 現在第18集發展了什麼呢 有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橫水線由滴水洲陣向北延伸兩個沉 就是去日食洲站和北端洲站 就是我們現在這裏 我們現在在北端洲 跟大家走一下 都不是說有很多時間走的 那對時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時間跟大家走 好了 那除了橫水線的這兩個站之外 我們亦都會新增一條新線 就是第18號線 就叫做深淵線 其實很久之前呢 我都已經是有計劃過這條線的了 這次叫深淵線 英文叫做 Abyss Line 我們就去看這兩邊的站 那就沒有第18集那麼複雜 因為那裏有太多速管 我們這裏都是牽涉多個新線而已 延伸 OK 那我們就在北端洲站 那我現在就在A出口下去了 那就是升降機 雙升降機系統 也都會有新的風格 那這個是橫水線的車站來的 那既然你是北端洲站 那我就這麼想啦 那根據我的風格 或者是NR的風格 那跟北有關的 有時候都會跟紅色的一樣 那你見到這裏會有紅色 如果你們眼睛在小地圖上面看到 其實你見到一個箭咀 這個是一個大堂來的 這個大堂呢 我就特地設計了它是一個 向北的箭咀 靠著北面的箭咀 記住這句請用廣東話去講 靠著北面的箭咀 就是指向北面 那你見到箭咀這樣 那另外一邊是B出口 也是升降機 就是進去啦 大堂這樣 有空間按啊 就是拿礦車啦 就是拿礦車 對啦 那我們的基本車站設施 就放在 就是扶桿 就是箭咀的箭桿和箭尖 放在這些位置 那大家見到啦 洗手間和車站控制室 我也都已經加了一些指示板 那大家可以去到那裡 去到不同的地方 那這裏有廁所 男廁女廁 這樣兩邊 那另一邊呢 就是車站控制室 那我和大家走一下看看啦 既然都是介紹一下車站 OK 上到來這裏 那控制兩個月體啦 我們兩個出口啦 還有就日食洲 另一邊就是雅向洲 好 一早寫定了啦 雅向洲 因為呢 如果你們記得呢 或者我之前可能沒有講過 就是當初上年的時候呢 當我規劃環水線的時候 已經是定了所有環水線的 車站的啦 就是會起的車站 那當然可能還有些出入啦 但是我都很肯定呢 北端洲站之後 第十九集會起的那些站 都是會是那個站 所以我一早寫定了 對了 那列車 有兩個月台 一邊就是愛德華州 另一邊呢 其實應該是寫著北端洲的 不過我們已經開了 第十九集的關係 時間線關係 所以你看到那個指示板 就更新了 那麽解的 那當然啦 那些就留給第十九集講啦 當然啦 這裏有人朝管制的通道啦 一邊呢 就是 正是讓你出來的 就是由月台上來 另一邊就是下去 那我們現在走下去啦 我們會由這裏搭去滴水州站 那當然啦 我們會先經過 另外一個新起的日式州站先啦 那這裏就是升降機啦 一邊就下去二號月台 下層月台 另一邊就上去一號的上層月台 那麽你看到那個 升降機那個高度都不同啊 那當然啦 我們都會走在月台看一看啦 那一邊就是愛德華州 另一邊是下去二號月台那邊啦 那我先走了二號月台先啦 因為待會都會上回來 OK 對了 那升降機料下來了 那兩邊 那就暗了一點 少少而已 那二號月台 繼續 繼續都是採取這個152米的月台這樣 有月台指示板啦 那有月台指示板之餘呢 這樣就 嗯 字體就 大家都知道什麽字體啦 對啦 都是用回這些送體這樣 對啦 那我們就跟回那些指示牌啦 那進來就 剛剛走到前面這條通道 就是我們走這條進來 那出的時候就用另一條通道出去 那當然啦 去下行愛德華州那邊都是 就是這裏就過去啦 也都這樣走這條通道過去 啊 這是升降機 又去另一邊的 日出口 所以這裏簡單一點說 會有四部升降機連接著月台和大堂的 那另一邊就是愛德華州 檢查站 好啦 那我們就會去日食州這邊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對啦 這個站大致上 如果大家看到呢 所有的特徵都是向著北面的 對啦 你看到這些其實是這樣的樓梯呢 就是用樓梯做裝飾 的 呃 材質呢 我也是特意是令它向著北面的 是真的 靠著北面的精神 去建這個站 我應該不應該說太多話的 對啦 那我們現在去日食州站啦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橫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愛德華州 Welcome to the Inter Islan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Edward Island 下一站 日食州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Eclipse Island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OK 那我們就看到新式的 真是新的 新式的 那些叫 資訊 那就告訴我們知道 接下來我們會去日食州站 對的 對啦 開左邊門 那日食州站呢 那我預告定啦 我知道給大家猜後會是什麼顏色啦 不記得 日食嗎 日 日 日這個字 即是新 SUN 即是說太陽 那太陽應該是黃黃的 那會有黃色啦 但是日食 日食就是什麼意思 日食就是 少許常識 就是 請小心月台空規 當 Please mind the gap 當地球月球太陽 這三個 星體 celestial object 連成一條線的時候 月球呢 因為 因為月球是比太陽勢四百倍 但是就比地球近四百倍 就是比太陽近四百倍的地球 所以呢 是有地方 所以地球是有地方呢 是會完全是被月球的影子遮住了的 那這個就叫日食 香港好像都試過有日傳食 噢 這麼巧我那天不在這裡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我給大家猜一下 這個就是日食周站 所以 大家會見到 黃色就代表太陽 黑色就代表日食 即是 日食的時候地球會 那個位置會變得很黑 最近那次在美國 這個就是日食周站 一號月台 對啦 對啦 那你有沒有留意到 見到這個位置其實都幾深下的 對 賭罪月 賭罪車站的月台是深一點 第一 一號月台 一號月台 你已經是上層月台 來的 但是我們這裡歪多少是二十 歪多少 是二十 所以 二號月台 會在哪裡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知道二號月台在哪裡 那當然啦 我要去找一個樓梯 樓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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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找到了 是十的 對了 那為什麼去到十那麼低呢 對了 那這裡是有段估計的 為什麼NR也是這裡刮的 就是這裡刮的 整個站那麼深 是不是因為地形問題 是不是因為那個島比較 那個海岸線沒有那麼 就是沒有那麼長的關係 比我弄到那麼長的斜路 是不是 不是 就是 原因呢 會在這裡告訴你 就是 跟那個島主有關的 那島主 不是島主 不好意思 吃螺絲 就是個 這個島的主人 這樣說會好一點 就是想在這個島裡面 就 在他自己都建了一個站 都想在這裡建一個站 就想跟我這個站 就部分地方是共享結構的 那我就 聽他話 我當然不會聽他話 因為始終都是他的地方 那 就會怎麼樣呢 這個站 就應該 大體來說 這個站 應該會有四層的 應該是 或者五層 那NR呢 就會主要是深一點 那三層 就是大堂會有三十 兩個月頭 就是二十和十 就會比較低的 因為 NR始終會去一個 比較遠的地方 會快點去到海底 那就反而對我有利 是的 這樣起發 那這裡也有 人潮管制通道 列車在另一邊 在北面的通道 南面呢 就是離開這個站的 是的 那你看到 整體來說 這個站 是有一個 圓形的黑色 就是用黑色羊毛去搭出來的一個圓形 還有一個 黃色小一點的圓圓地 是的 那我就想拿它來代表日食的 是的 那 希望大家都 用一個抽象的角度去看到 啊 不是 黃色不是日食 你看到螢光石 螢光石這裡才是太陽 那太陽被月球大部分的遮住了 那當然 那時候的月球會是黑的 你看不到 因為都沒有太陽光 是的 這樣的情況下 OK 那石手間 由這裡 放在兩邊 放心 我沒有去廁所 我沒有去廁所 也都沒有除褲 沒有除褲 所以不用叫匯水 OK 那我當然 這一幅牆呢 是的 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因為 將來會給一個賭主 那賭主那邊叫什麼名字呢 那賭主的名字叫Friendly Friendly 好友好的 是的 那他就好友好地跟我講話 那他肯跟我 他去共救這個站 接下來這部分 所以我也是非常之Friendly 這樣 特地建一棟牆 這邊不建任何東西 給他做延伸 喜歡怎樣延伸都可以 這邊有出口 A出口 上到地面 接著就會見到 這些叫什麼 先讓大家想一下 讓大家發揮下一創意 在下面的留言 留下 告訴我 你看到前面的是什麼 啊 都得利的糖 那些一桶桶 我們這裡有 辣妹味 草莓味 提子味 青檸味 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也是草莓味 啊 不是這樣的話 這個應該是黑加輪子味 這邊應該是草莓味 這邊應該是草莓味 那這個又是什麼味 我不知道 這個肯定是青檸味 好無聊 對了 我們在B出口就回去 另一邊 哦 對了 車浸和上室 就在B出口這一邊進去 剛剛我 另一邊出口 啊 所以我可以說 日蝕州應該是第一個NR站 它的車站就是室入兩個出口 對了 這樣 這個大致上就是日蝕州的車站 我們就搭乘車去滴水州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 這一集 第二季 第十八集的第二部分 就是介紹新線就是深淵線 新線深淵線 嗯 咬不咬嘴都沒有咬嘴 不要緊要啦 這樣就 看完卡達的版本之後 就會看一下我的版本啦 對了 好 然後我們就找回月台的位置 然後就上車上車之後就 出發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橫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愛德華州 Welcome to the Inter Islan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Edward Island 未完啦未完啦 下一站 滴水州 乘客可以轉成西環線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Droplet Island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West Ring Lin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滴水州 我沒記錯 我之前的集數我都有介紹過 所以這裡我不特別介紹 都是給大家看一條走線 我記得多人了 就這樣看走線沒有用 那我開一開地圖 給你們看一看 大概這兩個位置在哪裏 而我唯一搞笑的地方 覺得搞笑的地方 就是為何日式真的會弄成這樣 好像那些 做大家做那些 幾何學的東西 不過這個不到我控制 我起站而已 這條鐵路 這樣 好 那我們 到了滴水州站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入第二部份 收礦車 三門 往外德華州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 深淵線那邊 就有九個車站 即是一開波就會有九個站 不記得當然 其中四個是不用再另起的 因為那四個本身已經在上一集到之前的集數已經存在過的 不記得當然還是第二季 就是第二季第一個新站開始 我們在第二季第一個新站開始介紹深淵線 那個是甚麼站 江角站 江角站就是第二季第一 不是第一集 是第二季第一個新起的車站 我沒記錯應該是第二集 對了 有少少首尾呼應 我們就在江角站 去介紹深淵線 那這裏看到深淵線 是看不到的 因為這裏 是球場線 和Bravo線 或者前Echo線 的月台和大日堂 那深淵線那裏發 是幾花心思去建一個新的地方出來 因為這件事真是很難用口說出來的 深淵線的江角站 大堂和月台呢 對了 你們見到了 深淵線 五號月台往深河 六號月台他自己 那發生甚麼事呢 是因為地形問題 其實我覺得是有 和地形問題有關係 和規劃問題 深淵線是有南北的方向 所以 沒辦法 我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去建這個新的部分出來 對了 這裏就是江角站的新的擴建部分 擴建部分呢 這裏就是非常大的 我就逐點逐點和你們看 剛剛這裏呢 我們是由Bravo線 去這個 深淵線的轉成通道來的 有一部升降機 對了 這裏就是深淵線下行的 上行呢 看到剛才有兩條樓梯嗎 那裏就是去 深淵線的上行的 上行的向南 記住這裏上行是向南走的 這裏就是兩條樓梯 都讓你們看一看 那Bravo線的 路軌就繼續向前走那邊 那這裏 就是江角 在深淵線的月台 新建的月台 都是一隊的 不是賭色 是側色月台 都是用回江角 真的用回江角 第二季開頭的風格去建 去做它出來的 就是有些叫做什麼 複製品 當然啦 因為江角站是它自己 這個站 來的嘛 所以你擴建的時候 都很應該用回江角站的風格 對啦 如果不就好像搞到金鐘站 那樣 金鐘站原本是藍藍黃黃黃的 但是為什麼新建的那個 白白的呢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你問回他吧 你問回起那個人 OK 對啦 那說回這裏 江角站有兩個新月台 那當然啦 他自己有個新大堂 那當然呢 建成個高價車站這樣一款 對啦 那也是因為這個擴建呢 這個江角站呢 都幾乎是多了一對 就是多了一組新的車站設施 當然啦 他有他自己的車站和制室 他有他自己的廁所 還有商店 商店 商店啊 當然啦 有些商店都開始有人要了 當然有些人未有 未用啦 對啦 OK 當然啦 都有兩個新出口啦 e-chart和app出口 那這裏就有指示板 給你上回去 商認的月台 當然啦 現在你不用 就是未用字江角月台 江角那邊 深河這邊你會用啦 對啦 那當然啦 這邊都會有 然後閘內的通道會回到 原本建的部分 就是球場線和bravo線那邊的部分 當然 還有呢 這裏有一位 專門用玻璃去建的 就是給你們 告訴我啦 去看車的 拍車用的 原本這裏呢 看到我這裏前面呢 有很多橫樑在這裏 原本呢 東面這裏都有橫樑的 但是呢 我都知道你們呢 有時候呢 會想認一下車這樣 所以呢 那我就把所有橫樑呢 就移除了 啊 當然是不會塌的啦 哈哈 那我先這樣 先這樣做啦 對了 那給你們看一下 花生一下 那些人搭車這樣 搭球場線那邊 沒有風景看 起碼我們有景看 好啦 那我們現在走這條通道呢 就是 江角站由 深淵線大堂 去到球場線的月台 直接去月台 這個位置也是 當然啦 你又走回大概一二百米左右 那你可以回到月台 到 當然一二百米 對於轉乘來說 都不是一個很遠的距離 而已 那我們到了 到這個球場線的月台 那當然呢 在 這個 新的擴建裏面 也都會把 球場線和Raffle線這邊的車站 就會升級他們的指示板 對啦 那你見到 有新的指示板在這裡 江角 草鳳 屏東 屏西這樣去啦 還有指示板齊的 對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去搭這個 深淵線了 深淵線有九個站 現在第一個 在江角站 對啦 那我剛剛說 說了 其中四個站不是新起的 四個站其實是現有的 只不過是擴建 那哪四個呢 剛剛這個是江角 還有三個 告訴你 那三個就是 那三個就是 順次序講的就是 詐士甸 德斯奇 和深河 向南這樣去 那這九個站呢 的次序呢 頭幾個你看到啦 就是圓奧 下一個就是圓奧 然後就是規陵山 舉時彎 然後就去到 詐士甸和深華線轉成 然後就多一個站去 德斯奇 去和Delta線轉成 然後就 再下去 蒼澤和舉時 蒼澤和鴨桑口 再去深河和東環線轉成 而這裏就可以和 球場線和Bravo線轉成 所以這條鐵路呢 這條線呢 一出呢 就可以轉成到五條線 那麼多 是真的不錯的 對於我來講 其實這條線是需要的 就是在江 就是在玉華江那個 大江口那個 西 東面那裏 有個鐵路 這樣 對了 下一個 我們會去的站 就是圓奧站 當然呢 像素問題可能會摟摟一塊 大家看得不太清楚了 是讀個奧字的 那奧字是怎樣來的 等一下說 等一下說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入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深淵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深河 Welcome to the abyss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heart river 下一站 圓奧 Next station 奧格尚 OK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整條深淵線呢 除了是臨入深河站的月台 那個位置是地底之外 其餘都是高價的 或者地面 這個呢 亦都是故意這樣建的 那起碼我們 拍這條片的時候 多一點景觀看 對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在離開了江角站 就在去圓奧啦 那麼 你大家都可能會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對了 就是你頭額頂了 頭額頂上面呢 就是一些叫做 類似高價電流的物體 或者是這麼說 對了 不過這兩個站都很快 這兩個站很快到的 對了 因為我們都剛剛經過了那個公路 現在向南走 對了 前面就是圓奧站了 好粉紅啊 對了 那我又不是特別討厭什麼顏色的 所以呢我過節色都有機會用 請站在黃線後面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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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難讀呢? 其實不難讀的 因為你看到拼音很容易讀 O Ga 有少少N音 Nesneson 就是叫organeson 就是拼音法 中文就讀個O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 兩邊的相關部門 亦都是共識了是用這個字 不是叫共識的 兩個都是用這個中文字 當然 這個字 還未在萬國碼收錄 所以納鐵要自己 做增保字負責 我將它 收錄了一些新的 元素的字和 某些新字 就會被NR用 我就叫它做納鐵增保字負責 O是其中一個 所以呢 我也蠻敢說 就是 納鐵現在持有的資產 包括字體 算是數一數二 可以放下去 元素周期表 所有的字 我接下來會給大家看一張圖 這張圖 是我弄的 就是齊全118個元素 也都包括中文 的唯一 在我眼前的唯一 一個叫做有中文字體的 的元素表 是這個 當然還有這個 Minecraft裡面的O 字 為了這個O 要在沒有萬國碼的情況下出現 也都要在Minecraft出現 我也做了一些研究 去怎樣 bypass它 怎樣可以越過這些限制去做到這件事情 是最後做到的 也可以讓玩家去看到 O字就是這裡 這裡 也是紀念這個元素周期表 第118個元素 終於齊腳了 在第七周期的位置 我講這麼久 大家不明白 不要緊 如果大家沒有讀這個化學 是不要緊的 因為我都不太熟 不過我喜歡這件事 有點興趣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高價車站 整個站叫得非常粉紅色 不單是粉紅色 也有一些粉紅的沙 其實是混型土沙 混型土的粉末 是粉紅色來的 都拿了粉紅色去做 它的材質是很像沙 大家不要介意 它跟沙一樣 是會受到地心吸力的影響 或者叫做地心吸力的影響 是會向下跌的 為什麼會向下跌 在這裡 左手腳而已 就可以不跌 這裡也有非常多的商鋪 是未有未借出的 大家可以不妨 可以問一下我 當然 這個集目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紀念它元素周期表齊腳 當然要做一個 我是會做一個的 就在這裡 Behold The Periodic Table of Elements Organism Tennessee Nivemarium Moscorium Moscorium 對 當然 這個字 Tennessee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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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讀的 填字 也都是Minecraft 是未有的 沒有自體的 那我當然也要做完 做全拓 這個 大家可以來看看 對 1 Period 1 1號元素 2號元素 1號元素沒有 1號元素放在哪裡 對 我放在前面 是一個很神聖的地位 其實是 輕是一個很神聖的元素 其實是 大家可以問一下法學老師 就明白為什麼 我會放在這個位置 對 這個大致上 這個就是 元素周期表 對上一次起元素周期表 在2011年 哈哈 在Minecraft裡面 在2011年 起第一個元素周期表 那時候當然還沒齊腳 那時候還在黃金分佈 在黃金 叫什麼 黃金屋站 按 的門口位 那裡 等一會 可以和大家看一下 先查一下 OK 應該我沒有放到下去了 先查一下 我沒有放到下去的 當然 將來有機會和大家再看看 OK 那這個就是元澳站 那我們下一個站 就去 龜陵山站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深淵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深河 歡迎乘搭深淵線 Welcome to the abyss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heart river 下一站 窺嶺山 Next station Compat Hills OK 這裏 這裏 看見到那個O字 我特地又是這裏 整個字 另一邊有個寫著 organization的英文 不過那個 你看回卡特的條片 你看到 我不特別多說 不會說兩次 現在我們就由元澳站 出發去龜陵山站 龜陵山站 龜陵山站 整個深淵線 最重要的一個站 一會兒 待會大家就會去到 但是 去到之前 我們沒有 我們去到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因為 以高架橋角度來說 我們多數都是80 現在去到90 即89 我當是 已經見到有很多的 波口位 啊 電纜 那些叫做電纜 做到很複雜 請站在黃線後面等候 為什麼呢 請站在黃線後面等候 請站在左手邊 各位團友 看一下你們左手邊 哎呀 遮住了 啊 列車即將開出 這個車子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四條軌 其實 這裡是深淵線的龜陵山 列車停放處 可以放到四抽車 原本打算放八抽 但是多了 四抽都夠了 因為其他可以拍在 這裡可以放中間 這裡就是有四個月台 一號月台就往深河 四號月台就往江角 當然啦 二三都可能有機會用啦 不過 就 現時為止就沒有這個可能 那當然啦 弄到整個大埔虛的那款 真的都幾遲 對了 那龜陵山呢 有些什麼特徵在這裡 說要特別講呢 除了列車停放處之外 而你看一下這裡 那個Y Y座的高度是去到九十的 是不低的地方 但是這個是什麼車站 這個是地面車站 是第二類站 你看到全部外面都是放了這些叫做 渡渣的東西 就是用溺石 用溺石做材質的渡渣 就是我這樣講 對了 所以呢 這個站就將會是成為全立鐵最高的地面車站 不是高架站 是地面站 對了 那這裡四個月台 我就大家看一看大日堂 因為其實這個是高地來的 所以大日堂呢 都放得比較深 這個位置 在這裡 是落回來67的 所以其實都幾 都幾深一下的 因為這裡可以當是一個叫做 地底的大日堂 是好地底 第67呢 地面來的 就是在外面的角度來講 對了 那這裡當然有閘機 還有 是啊 還寫回正確的方向 1號往深河 4號往江角 真的不要寫錯 當然有升降機 這些要進階車站設施 不少得 有車站控制室 還有洗手間 啊 樂勝加咖啡在哪裡呢 好像沒有加到 是不是因為沒有加到呢 搞到整個站位的空間感好像大很多 而且有些舒服的感覺 不過就用了暖色蟹 紅色做對比 好了 我們去其中一個出口 看看吧 我們去B出口 還有呢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一樣好 即是很獨特的東西 即是這個站才有的呢 就是呢 這個站所有東西都是彎彎的 即是叫做彎彎的 即是你用minecraft 即是你逐粒逐粒這樣 九十度九十度這樣 模擬一個彎出來 即是不要騙自己啦 即是叫做假裝一個彎 對啦 那看來會舒服一點點 這樣 龜陵山站呢 就是彎彎的 所有東西都 為什麼 它是跟舉時彎站 是做呼應的 你們聽到或看到這兩個站 是會看得出那個pattern在這裏的 龜陵山 龜陵山 龜陵山龜時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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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龜舉 就是龜同舉 其實龜同舉呢 就不只是解一些rules 大家有些東西聽到要守的 我是從它的字根出發的 龜舉是什麼意思呀 有龜有舉 龜是解圓形 舉是解舉形 即是方形啦 九十度 四個九十度那些長方形 或者整方形的舉形啦 就是圓形加四方形 不是四方形 是圓形加方形 對啦 這樣 去做到這一個的對比出來 那這個是龜陵山 即是feature圓形 那我們起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要 覺得圓一點點 這裏有橫向的圓形 在整個藥圓 還有垂直的圓形 在上面這裏 所以這裏呢 是有個大拱形的 紅拱 紅色拱形 這樣 所以就是這個站 最大的特別之處 就是這個站 很多很遠的地方 增加了很多的層次在這裏 所以 我們接下來的舉時彎站 不要抱太大期望 因為它真的很慌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好 正 歡迎乘搭深淵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 是深河 歡迎乘搭深淵線 Welcome to the Abyss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Heart River 下一站 舉時彎 Next Station Rag Time Bay 我們現在當然會合 和列車停放處那邊都會合 好 OK 我們又上回變分橋了 我們離開了高地了 啊 正好有沒有留意到兩樣東西 原澳站和 舉 原澳站和 窺寧山站 兩邊的月台閘門 是只有一格高的 其實它只有一格高呢 第一我不想影響太多景觀 在那兩個站那裡 第二 其實那裡是用了Aerio的月台閘門 是很久沒見過它 對上一次見都不知道是不是 礦彩灣 礦彩北那個站 去用了它 當然啦 這兩個站都會用了 所以就多一些紀錄 接下來的站 那些閘門都是兩米高的 請站在黃線後面等候 Please wait behind the yellow line 歡迎來到舉時彎站 舉時彎站 舉時彎站就真的非常方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舉時彎站 看上去都方過人的 你看到這裡很多 有長方形的元素在這裡 或者正方形的元素在這裡 整個盒子這樣 我專門的 一定要是這樣起的 這樣才夠了 有一個題目在這裡 那為什麼 你們可能會說 這一個站 大白象 哇 你全部都是金色的 用金磚建東西 蛤 那有幾個原因 第一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概念 就是時間就是金錢 雖然我對於這一句 它是有少少少保留 少少少 因為 這個我不講太多 太多我意見 但是我起碼都覺得是 時間 是很寶貴的 有如黃金一樣那麼寶貴 但不是用錢來衡量 但是它也是那麼 怎麼說好呢 是有個價值在這裡 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就會放了黃色做金磚 那你們是不是真的會說 喂 這麼貴啊 那這個世界有幾樣東西 首先就是純金 那那些呢 我就不夠錢了 我做不到 第二 稻金 那我都沒有這麼便宜的 如果你說寧願稻金的話 我寧願第三款 長紙 印長紙就是了 所以這個呢 你可以當是一個財質的 的 擺詞 是一個裝飾來的 這樣 這個就是舉時彎站的月台 好方 好方方 四四方方 這樣 好工整 那當然呢 下面的大堂 我也是盡量起到 有這麼工整 有這麼長方 有這麼正方 有這麼正方 有這麼90度 有這麼90度 我理得人家想我些什麼 不要緊 至少我們在樂勝嘉咖啡那裡嘆 哈哈 我們剛剛來到這裡是樂勝嘉咖啡的 當然它也不小 這裡 真的不小 我覺得這個樂勝嘉咖啡都是所需最大的 即不算總站那些 總站那些就是餐廳 不過舉時彎站就未必啦 因為 你都講時間的嘛 時間很寶貴的嘛 那我們沒有太多時間去坐下 就這樣探杯茶這些急速的社會 在裡面 那這個就是舉時彎站啦 好啦 那我們就找回樓梯上去 然後我們就介紹 炸士瘋站 炸士瘋站的 新起的部分 當然啦 包括它的新指示板 OK 上到來 不要去錯熱台 那我們下一個就是炸士瘋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深淵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深河 Welcome to the Abyss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Heart River 下一站 炸士瘋 乘客可以轉成新華線 Next Station Justin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New Edward Line 好啦 那炸士瘋 如果大家記得上一次呢 應該說 之前去開炸士瘋站 就是單線站啦 東西向的新華線的單線站 很正常啦 好啦 那現在的確建咯 那我放在哪呢 那我都很 毫不懷疑 很毫不懷疑 在它上面 在現有的月台上面 建一個十 即是南北向的月台 一樣樣的 基本上一樣樣的 南北月台 是一個複製品來的 不過就搭著在上面 整個十字型 那樣的 因為它真是一個十字轉車站 現在變成了 現在我們到站了 是真的一樣的 這個不是開玩笑 請站在黃線後面 student 等候 請待 Voice behind the yellow line 當然可能會進行了 改良 什麼叫改良 有什麼 tadi 離車即將開出 在這時 在追到離開 OK 非常熟悉的地方 是炸士瘋站 但你看到這裡 是和新華線那邊的風格 不是駕駛太遠 因為都是用回同樣的風格去建這個站 不過有件事真的非常特別 第一次建詐士甸站 那一天就是我有一天做回報的時候 一個組員叫做Justin的組員 就還建詐士甸站 但今天呢 不是今天 建深淵線的詐士甸這一邊的新興那部份 又是另一組的 也都是我另一個 當然一年後 又是一個叫做 匯報 也都有個組員 遲到 也有個組員遲到 不過他不是柯士甸 他也叫什麼 也都不是Justin 但不要緊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發生兩次 還要是這個站 難道這個站真的受了詛咒呢 因為第一次建的時候有人遲到 確建他的時候 那一天又有人遲到 這個我不知為什麼 這個就是 那這裏呢 就因為他十字形的關係 但是我又不方便他建新大堂 因為其實離地面實在太高了 你看到這個位置白銀都高 下面差銀就是 新華線的月台 所以呢 所以在北面呢 大概中間到北面 我就做了一些轉乘通道 這裏就有個轉乘通道 新華線的 是窄窄的 是真的窄了一些 但沒辦法 真的要這樣起 少少窄不要緊 兩米都很闊的 其實在現實生活之中 那當然啦 新華線會在這裏都會有個新的支持板 詐士甸 新麗湖正月 學沙柳灣另一邊 就去正麥湖那邊 有平南 荔池 都很正常 那這邊的樓梯是雙向的 即是 你當是有四條樓梯 即是東南西北局一個 中間有火星降機 那就沒有障礙了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好了 那我們就 除此之外呢 華希大堂呢 亦都加多了新的連接位 就是這裏 深淵線 深昂和江角這個位 亦都是有一部升降機 還有幾條樓梯 一條樓梯這樣 過到去的 是啦 那這個站呢 就因為我說不起大堂 所以就 用了這一個的 有幾條支柱 比較粗的支柱的風格 去托著上面的月台 是啦 有幾條柱的 那這邊是有其中四 有四條柱啦 那就另一邊 就有條快速公路 是剛剛好 不遮住 亦都遷就到它4.5米的高度 去建造另一邊的 部分 的支柱 那當然啦 這些柱是經過 一些 心機去 設計 那這個就是柵士丁站 我們下一個站 是去德思旗站 德思旗站 我們上一集 不是已經介紹了嗎 是上一集已經介紹了 所以 我們就跟大家看一下 深淵線這一邊究竟是怎樣的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深淵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深河 Welcome to the Abyss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Heart River 下一站 德思旗 乘客可以轉成Delta線 Next station Dusty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Delta Line 我們又 高架落到地面 入隧道 然後又出隧道 是因為中間有個山丘 所以要左作隧道 我們下面是什麼 下面是一條運河 電纜遮住 接下來這部分 就會是深淵線最特色的部分 就是由這裏開始 由德思旗這邊開始 去到深河 接近深河那個位 都是在運河上面走的 所以這條運河也挺長的 所以這條運河也挺長的 德思旗第一個 接著就是蒼澤基的鴨桑口 那當然啦 德思旗站我跟大家介紹過 所以我跟大家走一走這個月台就算了 還有轉乘通道 請站在黃線後面等候 Please wait behind the yellow line OK 又是減速了 列車即將開出 這個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OK 德思旗站的月台之前 上一次 不知道是卡特或者我 上過來這個位 那時候月台已經存在了 但是 那時候大家只是看到一個 白雪雪的牌 只是下面有一個深遠線的顏色 但是就什麼都沒有 大家就會想到很多東西 現在就告訴大家 哦 原來是這樣的 月台很寬敞 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打通回這裡 打通了這裡 就是可以上到深淵線的月台 兩邊都上到的 這樣的話 那些乘客就可以去到月台的兩邊 後車 那坐升降機就可以去到中間的 那當然這些是 要進行 要盡量做一些人性化的設計 在這一方面 雖然Minecraft是沒有人性可言的 就是我意思是說 是 對了 就是那類的排隊人性 因為這裡沒有 這裡沒有這回事 就是這些叫做是想像下 這樣 這裡我不說太多了 因為始終都跟大家看過 那如果你想看回那一集裡面的Delta線畫 大同是怎樣 有出口怎樣 那就可以看回上一集 我的片也可以 卡達的片也可以 我們就去蒼集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深淵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深河 Welcome to the Abyss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Heart River 下一站 倉澤 Next Station Blue Swamp 這裡反而就沒有匯合到 那些路軌 那這個也是 就是叫做一個起法 當然 當然如果是沒有 就是我們沒有合起來 就是兩邊路軌 沒有合起來 那我們的柱就會是偏向 運河的兩邊那個 那個 那個 互波長那個位 是的 這個位 當然 除此之外 另外一個我們沒有匯合的原因 大家會在前面那裡看到的了 因為前面將會有波口位的 對啦 剛剛現在Render到 那當然啦 除了Render 除了會有波口位之外 還有一個雙度差 還有 你看到前面呢 有一些預留的 叫做預留了的橋樑 但斷開了 那究竟在哪裡呢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在這裡跟你們說 因為 其他人未必知道 倉窄的北面 就是剛剛這個位 有一個 預留的位置 這個車子 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北面呢 預留的位置呢 其實是去 未來會興建的車廠 就是叫做 德思奇車廠 是的 即是呢 我會在那裡 就會興建一個車廠 就在那裡 在路軌後面 那那個車廠呢 那個面積呢 是會 是將會跟向良灣車廠 是有得比的 就是我會規劃到 是會規劃會存放多少抽列車呢 我那時候會想 是規劃 是會儲存 起碼 起碼 100抽9卡列車 可能存放量會不至1000架的 那為什麼要這麼多呢 深淵線沒有這麼多車的 現在只有9個站 而是因為 下面Delta線 為什麼 我將會規劃 德思奇車廠會是 成為出管鐵路的總廠 那出管鐵路 不是只有Delta線 還有Alpha Bravo Charlie Fox 還有Kilo 即是這幾條線合起來 可能Kilo線就沒有的 即是 沒那麼快調動到過去 但是之前那幾個都 是會做到的 所以我才會 即是這麼大膽去規劃這麼多 現在蒼窄站 看到剛剛下面月台 綠綠色 蒼窄站 Blue Swarm 藍色 為什麼你會用綠色的呢 待會你要去到鴨山口站 你就會知道什麼事了 或者你看到卡達的片 你都會知道為什麼 還有這個站 是有水的 也有水元素的 也是非常之大膽 是真的很大膽放在天花板 因為放在天花板 有什麼事說呢 它漏水的話 即是比西盈盤站更慘 是真的 因為水如瀑布的流下來 你放在上面 不是那麼簡單 整件事 不只是月台 大堂也是 你看到有三分一的大堂的樓頂 全部都是水來的 就是這樣 蒼窄 我就是想加些水元素上去 哎 真的漏水 有沒有濕度 沒有濕度 那就算了 沒問題 而這個站 有另一個特色的地方 就是 大堂的兩邊是有玻璃 看到地下的 可以看到下面 可以花生到下面的人坐車的 不過就 都是這句 不要穿裙經過這裡 這個玻璃不是單向玻璃 這個是雙向玻璃 你這裡這樣看到下去 就是證明下面的人可以看上來 當然啦 你自己走光就 自己承受風險啦 是不是 對了 這裡就是蒼窄站 當然啦 月牙型的 月牙型的 閘機啦 可以去到 3個出口 ABC這樣 這個就是蒼窄站 OK 也是在運河上面的 那我們就去下一個站 就是 什麼魚 什麼魚介紹的站 就是鴨喪口站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沉淵線 其實跟蒼澤站也有一個呼應在這裏 你如果留意到 蒼澤站有個蒼字 鴨桑口站有個桑字 你又聽到蒼 又聽到桑 就是蒼桑 粵語真的厲害 鴨桑 蒼海桑田 其實是有這個意思的 當然啦 兩個站中間是有一個側線的 還有入站之前需要選擇減速 是因為不知道什麼問題 其實是設計上需要減速 我們來到鴨桑口站 這個鴨桑口站真的很近 這個鴨桑口站真的很近 沒有更近 只有更近 待會去鴨桑更近 這個我們就在鴨桑口站到 列車即將開出 這個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好 那鴨桑口 我們剛才看到蒼澤站是 月台的天花板有水 那鴨桑口的地板是有水的 是月台的地板有水 那你不如看一看大台地板有水 是沒有水的 哈哈哈哈 那月台 月台下面是用了水元素的 下面是下面的 但是就只是放在中間 所以就不影響旁邊的那些閘門 那這些月台閘門仍然用著basic的型號 那都足夠應付到的 好了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鴨桑口站 為什麼和地面有關的 不是用綠色或是用藍色 但是蒼澤 英文擺明有名 你說的是那個blu字 不會用綠色的呢 這個其實是有一點點出處的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現實世界發生過 不單是發生過 現在還在 就是 其實我是突然想起想紀念他們的 就是冰島和格陵蘭 那用中文你可能未聽得清楚 兩個的英文 iceland 和greenland 如果你看回地球儀 或者世界地圖 你會見到 greenland 是有ice的 iceland 是很green的 是沒有ice的 是剛剛我調轉了 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的 當然你問回當地的人 可能他們都會給到一點點料理的 對 所以我就打算想把這兩個站倒轉 倒轉色系 這樣起它出來 就不是想誤導別人的 是有這樣的原因在這裡的 對 這是鴨桑口站 看一看 看完月台看大堂 這樣 那大堂呢 其實你看下去是跟蒼澤站的設計是相同的 我不是說近似的 簡直是相同 因為這兩個站是 叫做同一個類別 就是首先在運河上面 第二就是 就是有個主題在這裡 就是我是想這兩個站 是有一個滄桑的主題在這裡 所以我才會這樣設計 那 這裡的閘口呢 就是這裡的閘機和閘區範圍呢 就是非閘區包著閘區 現在很少見了 現在很少見 多數都是兩邊巨開 或者是一個月牙型 這樣 那 整個包著零字型的就比較少 就是 阿拉伯數目節的零那個形狀 比較少出現 或者O型 那這裡的出口相對多一點 是因為兩邊都有馬路 將來都有一個發展在這裡 滄海桑田很快會有東西的了 就是 我認為是 至少是 那這個就是 那如果你記得呢 正說蒼澤站的地板 是有 是有玻璃看到樓下 而鴨山口這邊 就相反 就是天花板有玻璃看到天空 看到星星 看到星星 又看到雲 看到一點 月亮 真的有月 對 就是滿天星獸 對 這個站也挺好的 給你看到 那時候 扼高一下頭 不要經常做低頭 扼高一下頭 看看天花板有沒有東西 那你看到 滿天繁星 心狂神儀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會去看 我們今集 最後一個會經過的站 就是 深河站 就是東環線 本身是東環線的 單線站 現在就會跟深淵線做 轉成的站 好近的 800米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閘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深淵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深河 Welcome to the Abyss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Heart River 下一站 深河 乘客可以轉成東環線 Next Station Heart River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East Rain Line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在運河 我們下去了 我說過會落地底的 我們就看到運河一眼 因為這一眼不足三秒就會消息 剛剛三秒 我們現在變回地底了 又是地底 不過不要緊 我們現在就馬上轉 要開始轉彎到達 而 請小心滅車越越台 乖不乖乖 大家 Please mind the gap and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in levels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train OK 到達 歡迎來到深河站 又是這個 灰色 冷紅色洋霧 灰色黏土 冷紅色洋霧的一個站 這個是深河的深淵線這邊的越台 而它這裡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終於 NR終於有新的站 是有 不是叫新的站 就是有新的越台是彎的 叫做彎 就是有一點寬度不同 在這裡 但是呢 這裡是比鑑沙灣站 西灘站 和愛德華州檢証站 這一類是有些不同的 你看到這裡有一些是八格 八格這樣去 然後就八格八格 十六格 就是會就回 就是之後呢 會就回那個彎道 就做回那個相應的那個 就是那個 移格的 就是那個 移格的數量 對啦 那這一塊就想做回多一點點東西 就是 當然啦 是想剩下漂亮一點的嘛 這樣 不過就八五九八米 所以對於我來說 就不是說太過複雜 這樣 那這塊就是深河站的 越台 那它呢 是跟東環線是做一個 類似T字形的轉成 有一點點十字 但是我覺得它是T 就是覺得像是T多個 多個十字 這樣 那在 在越台 就是深淵線的越台 和東環線的越台中間呢 我都會弄了一層 等一下 但是現在就上去 帶大家看一看先 就是有一個甲層 都是地底來的 那就負責做這個轉成 和所有出口的通道指示 大家可以看到啦 如果你想去東環線 搭東環 東環線的內環 或外環呢 就向著南面的通道走 當然ABCD出口 和東環線的大堂 都會走這邊的 那當然啦 我們就有兩個新出口 EF 就是在 另一邊的 就是車站就是另一邊 當然也要升級為深河的 站的指示牌 那這樣 EF就是兩邊出口 那其實它是 叫做可以過馬路 主要可以當是 當然啦 礦車領取處這邊也要做花果 就是最低走到你也要做花果 對啦 那我們就去 下一步走過去 東環線這邊的月台 和大堂究竟是怎樣 有些新的轉成的方法 那我們繼續走過去啦 那條通道 對啦 差不多到了 你見到前面有個分叉位 T字路口 向右邊向上去的 就是1號月台 那這邊就會上到去 東環線的內環 當然啦 你上去A出口也馬上到啦 這裡 也是特地這樣起發啦 那到了這一邊 深河 東環線這一邊的月台 那當然啦 對面就是 外環啦 Ulterring啦 這裡有指示牌寫了 是2號的 是這一邊 看來我應該有東西打錯了 各位觀眾 大家見到就是有時候 會出現這些錯誤啦 剛剛好 改回它 所以 今次就 哎呀 我們有一個 很擅長指證NR錯誤的 那個玩家 看來今天沒有定期了 看來今天沒有位置了 因為我自己都找到 這裡就是2號月台的 對啦 終於對啦 愛環啦 大家 眼力啊 好 那怎樣可以由東環線的大日堂 直接去深淵線這邊呢 對啦 我們特地弄了幾條通道 對啦 兩條通道 都是升降機來的 內環 其實我應該要做回 對啦 因為內環 是一樣都是走這邊的 因為我們是第二塊指示牌子下去 所以大家不會走錯路 我亦都沒有 沒有誤導大家 對啦 這方面大家可以放心的 對啦 那這邊就去月台尾啦 深淵線這一邊 對啦 對啦 就好像高架橋有些出口 但是我們就直接落地底的 我們借了一些行人路的地方 然後過到那邊 深淵線 另一邊就是去月台的中間 這個位置真的好 很tricky 對啦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剛好在這個 這個調頭的路口裡面剛剛好 我是沒有借到任何外面的位置 原本都是滑了線的 只是唯有那些車不要撞進來 除非你喝醉酒 不過你喝醉酒也不應該開車 對啦 這個深淵線可以落回去 這邊的月台 直接到中間啦 對啦 真的夠方便 對啦 那我們就重溫一次我們今集 第二季第十八集 我們先看了什麼新的地方 我們先看了環水線的北端州站 和日食州站 就去滴水州站 然後另一邊就是看了一條新線 這條新線就是十八號線 叫深淵線 Abyss Line 我們就由江角 跟著去元澳站 規寧山站 舉時灣站 然後去鎖士町站 可以和新華線轉成 然後再去到一個站 就是德斯奇和Delta線轉成 再向兩個單線站 就過來這個深河站 和東華線轉成 而那兩個站 分別就是倉澤站和鴨桑口站 而我們接下來第二季 第十九集 也都是第二季最後那一集 我們就會介紹環水線最後 由北端州站向北 其實應該是西北 那六個新車站 而我們就會在那一集那裡 再會 起完之後 再會和大家分享 再拍片這個車站講解 和行車片段 大家請多多支持 納斯加鐵路 這個夢想 以夢想為引擎的鐵路 用毅力建出來的鐵路 記得沙漠滿了朋友 拜拜